嗨,大家好,今天4月22号,现在是中午的1点02分啊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新闻啊,据新闻报道啊 这个纽约克呀,很多人想迁往外周了 因为为什么呢,说这个住房太贵了 然后犯罪率也高,然后这个教育呢也变差了 所以今天呢,来到纽约曼哈顿的这个吹备卡区啊 之前我来拍过啊,这个4月还是算不错的 走几步路呢,就是咱们的唐人街了啊 现在我来到后面这家这个房地产中介 先给大家拍一下这个纽约白领们 这个买房的房价和这个 他们一个月要花多少钱,租房子住啊 那新闻说啊,不是小部分的纽约人想搬离纽约到外周啊 是有大约将近三分之一的这个纽约克呀,受不了了 这个房地产公司旁边呢,这里是花旗银行的共享单车 那说了今天4月22号呢,是世界地球日啊 纽约市今天是无车日,很多街道封锁 那这些很多共享单车呢 它有一定的时间免费给大家骑半个小时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网上查询 你看吹备卡区周围都是古香古色的建筑啊 我之前有一个视频拍过 比尔盖茨的大女儿呢,就在这个区买了一栋顶层的公寓啊 当时售价是五千一百万美元 好,现在来看一下房价 你看这里有个两房 两个厕所的公寓啊,一个月租金是一万六千五百美元 大家看这套房也出租啊 也在这个区,四个睡房,两个厕所 一个月租金是两万三千七百六十美元 这家呢,它后面这家,它租房的信息比较少 卖房的信息比较多 再看一下卖的房子价格 这套房呢,在西六十七间 一个睡房,一个厕所啊 售价是一百五十万美元 这套房子也是在老公寓里面啊 两个厕所,两个睡房 售价是两百三十五万美元 这个房间也是在老公寓里面 适合单身人士啊 一个睡房,一个厕所 售价是九十四万九千美元 拍一个贵一点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 三个睡房,三点五个厕所 售价是一千四百万美元 我就拍的是面积比较小的 就是一个睡房或者是两个睡房的啊 那些三个睡房,四个睡房呢 都是上几千万美元的 就没有拍了 哇,现在好热啊今天 今天餐厅生意好好好啊 你看这边扔了一个东西 大家看是什么呀 好像是一个炉子吧 也不像是空调啊 丢在街边不要的 哇,你看垂碑卡这么好的社区啊 你看街边 这么的衣服,裤子,袜子 丢了一地啊 好像发生了什么故事一样啊 街地面那家餐厅事情好好啊 排长队啊,大家看 门口 你看在这个区停车也贵啊 住在曼哈顿 一个小时二十五块三毛四美元 你看停车厂旁边的商铺 都关门了啊,等待招租 再往前走就是这个社区的警察局 然后这里是垂碑卡的这个社区学校 你看警察局就在这里啊 应该说治安还算可以吧 应该啊 今天可谓是春光明媚啊 最高温度18寿司度啊 给大家扫一下这个 西百老汇这段街道啊 吹备卡区呢 上周拍视频已经拍过了 先扫一下这个西百老汇 好,我沿着往下走啊 往唐人街方向走 这边的这些小店 都有很小只的情调啊 都是一些很老的店 之前给大家说过啊 一年一度的这个 这个吹备卡电影节呢 就在这个区举行 这边的建筑啊 都是文物级别的啊 现在夏天要来了嘛 游客也多起来了 给大家读一下新闻啊 新闻说呢 民调显示啊 大约有27%的居民表示啊 想在未来五年内啊 搬离纽约到外州 对面那种高级公寓啊 我以前视频也专门给大家介绍过啊 那新闻说呢 纽约客对攀升的这个犯罪率啊 负担不起的房价 和逐渐走向枯竭的这个教育资源啊 感觉担忧 这是弗兰克林街的地铁站啊 一号线 新闻说啊 31%的受访者表示呢 打算退休呢 就搬离纽约去到外州啊 他们已经渴望到其他地方生活了 并将无能的这个政治领导 和飞涨的税收呢 列为想要逃走的主要原因 那40%的呢 表示啊 纽约并不适合抚养孩子 成长环境呢 也相对的不安 这个纽约的治安 大家是现在是有目共睹的啊 67%的受访者表示啊 这个纽约的房价太高了 49%的受访者表示呢 治安环境太差了 街头的小公园还是挺漂亮的啊 那60%的纽约人认为呢 纽约不是一个适合退休养老的地方 那还有57%的人表示说呢 纽约民主党当政的这个政治气氛啊 不适合他们 这个新闻说呢 总体而言 纽约州的综合赋税呢 是全美的这个最高水平啊 那走过来 这栋大厦是纽约的律师学校啊 给大家扫个外景 那就连纽约州的州长霍储呢 也曾表示啊 住房成本提高啊 导致人们呢 不得不收拾行囊搬离纽约 那转过来 大家看正对面这核设的大厦 我以前视频拍过 是纽约最神秘的大厦 这种大厦没有一上仓库 那新闻说呢 联邦人口调查局呢 表示 在13日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啊 上一年的财政啊 纽约全是五大区中啊 皇后区 布鲁克林区和布朗市区的人口 这个下降的幅度啊 据全美之冠啊 只有曼哈顿扭转了 疫情中的空城的这个局势 大家看转过弯过来啊 正前方那栋大厦就是联邦大厦 那新闻说啊 大家都表示啊 纽约一切都贵了 但是这个教育呢 它也成了一个问题 新闻说啊 在很大程度上啊 纽约人的这个负担能力 挑战于税收和监管的政策 从这个医疗保险 到这个能源 再到长久的住房 这一切的一切啊 都比这个纽约人实际需要的要贵 接着说新闻啊 另外一个原因呢 则是因为这个教育啊 州长指出啊 纽约州每个学生在身上投入 超过了两万五千美元啊 这个学生 今天街边的餐馆 父爱用餐生意不错啊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 好 接着新闻说啊 但是州长表示呢 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这笔钱 应该带来的结果 他说啊 许多官员呢 只是更 他说啊 许多官员呢 只是更加关注代表 教职员的教师 工会想要什么 而不是孩子和家庭的这个需要 你看在前面端端走下去 就是纽约市政府了 那新闻说呢 纽约市教育局呢 就是上个礼拜公布的一份数据表示啊 由于入学人数的减少 街边躺了一个人啊 好像正在睡觉 接着说啊 由于学生人数减少 和这个学习成绩不佳呀 那纽约教育局呢 现在在每个学生的身上 花费了将近四万美元 好 今天这个新闻 就给大家读到这里啊 住在纽约的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 要搬离这个纽约呢 西闻说是三分之一的纽约人 想搬走啊